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唐宋 明朝乃至明国的穿越小说都非常多 但是穿越到西周王朝的小说就很少了 其实在历史学界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 关于西周之前的殷商 关于西周之后的东周 史料和研究都非常多 而关于西周的研究就比较少 因为西周的考古成果是比较晚出现的 不像商朝 很早就被挖出了殷墟和甲骨文 不过新中国的西周考古很有成效 而史料方面 史记是比较晚的 它是西汉人的想象加史料 战国的竹书纪念比较早 和考古资料可以互相印证 于是研究就多了起来 这是我从历史学家许卓云的书里看到的 那么许卓云老先生大家最近有可能听说过 许卓云前不久参加了大陆的一个谈话节目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期剪辑的原因 因为我感觉没有表达出来他真正的功利 播出之后感觉到有一点像星云法师 讲讲现代人失去了心灵 谈谈文化之类 他的代表研究著作《西周史》是古代历史学领域的名作 具有严密的研究 严肃的思想 真正触及中国人的心灵 不是诗和远方那种轻盈的心灵 而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之心 和我之前讲过的奏党老师一样 许卓云老师也是国民党高干子弟 政治立场上和我们有差异 但是从没有失去爱国之心 他对现在台湾的那些不孝子孙很是愤怒 也难怪他的外甥生王力宏之前唱《龙的残忍》 许卓云天生双腿残疾 但是去台湾大学读历史之后 受到了胡适和傅思年 两位国民党学者大佬的提携 他一直很感谢这二位老师 我的朋友当代青年历史学者王瑞告诉我 许卓云虽然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支持共产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工作 对大陆友好和余音石之类铁杆反大陆的史学家对比鲜民 他的通俗历史著作也不少 比如《万古江河》强调文化 《文艺青年》也看得懂 他研究古代历史就较少受到当代政治立场的约束 而且吸收了中共历史学家的一些成果 所以也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方法 他的书史料丰富 又有扎实的社科分析方法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3000年前的西州王朝 中国古代儒家有一个三代之治的说法 认为夏商周是礼乐和谐的黄金时代 这是后世构建的理想 夏商时代没有这种秩序 但是确实是在周王朝形成过这种比较和谐的秩序 王国为就写过《英州制度论》这篇文章论证过 但是那篇文章不长 许卓云却写了整整一本书 我们来看这本西州史 这本书先谈了夏商周时期中华大地的局势 那个时候地球上人口比较少 马蹄生清脆 许卓云说夏商周 可能是彼此在时间上有病例重叠的国家 当时的状况是多元的新时期文化区域 在东亚大地上兴起 有什么养勺文化 大文口文化 和母渡文化 两主文化 等等等等 我测过自己的基因 可以上述到养勺文化的前身 培里刚文化 在河南 大家也可以去测一测 我们来认清 那夏王朝可能就在后来考古发现的 河南的二里头文化区域 在二里头遗址有巨大的宫殿 有兵器 有文字符号 很像是有了国家的样子 那当时的农业一般是刀梗火种 吃的主要是鼠和鸡 江山社鸡的鸡 住的是半地下的半地面的小屋 和农业对应的一种用品就是淘气 那这些文化圈之间相互有竞争 有交流 那如何看出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呢 主要就是对比各地的淘气 看它们的造型 花纹有没有类似之处 大家知道淘气上有云纹 雷纹 鱼纹等等各种图案 研究下来发现它们之间彼此是有影响的 那之前我讲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 说过文明是指农业文明 因为定居才有文明 游牧是无法积累文明的 当时的商国比较大 是农耕文明的中心 在它的北方有鬼方和威方 应该都是游牧民族 是商朝的敌人 西边还有西戎 有枪族人 大家看这个枪字 它就是一个羊字 它们是放羊的 那商朝会去俘虏西方的枪人做农奴 但是不会用鬼方的人做农奴 鬼方的人抓来了 生计 可能就是因为生产方式的问题 因为羌人和州人交往多 也学会了农业生产方式 不过商朝并没有中国的观念 它只是以一个大国自居 它的周边有很多小国 华夏是后人建立的观念 是周王朝才建立了中国的概念 那周当时也是一个农业国 但是因为曾经四处迁徙过 切换过生产方式 他也做过游牧民族 所以周人的路子比较广 黑白两道通吃 他和商朝有成熟关系 还互相通婚 帮助商朝打仗 那么周的首领 纪利 也叫王纪 为商朝立过功 但是被商杀掉了 因为商朝怕他做大 终于这个周国 开始想要灭掉商国 神话故事和历史演绎里 都说商咒王残忍无道 所以天下共伐之 风声榜是后人编的 不过商为什么让大家不满呢 一个原因是商的真伐比较多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你打仗就特别劳民伤财 而至于生计 也就是杀活人祭祀 在当时的伦理里 倒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他也会积累不满 因为你要抓别人的人来杀掉啊 而商杀掉周的王纪 是由史料证明的 最近我们的网友很关注 入关学和减商的话题 接下来我就说说 周是如何减商的 那当时啊 这些国家的地盘都不大 最多就是现在一个省的大小 周边有很多小猴国 基本就是城邦 周先后收服 或者征服周边的小国 让他们跟随自己 周没有直接去进攻商 而是从各个方向包抄商 而下围起的智慧 那周文王 周武王 在北 中 南 三线经营 渐渐的占有了 黄河中上游和卫河流域 甚至在商的后方布局 史料记载 东南的吴国的王室也姓姬 他们是周王室的亲戚 那通过考古材料 也能发现 两地的瓷器淘器 确实比较接近 所以周建立吴国 就是为了在商的后方 布置一个棋子 只是后来没有用上 商当时刚打完东夷 比较劳累 而周团结了 号称八百个小国 准备罚商 那他先去把商朝的前沿据点 给拔掉了 而就相当于推掉外围塔房 最重要的塔房 是从这个地方 诗经里描述了这场战斗 诗经说 林冲闲闲 从庸延延 直讯年年 幽郭安安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这个林冲 就是功臣设施 这个崇庸 就是表示 崇这个地方的墙很高 直讯年年的直讯 讯是指人的耳朵 当时俘虏了敌人 或者杀了敌人 要把耳朵割下来 用于计算战绩 幽郭安安的锅 就是人头 把人头割下来 安放在那里 一大堆脑袋 耳朵安放在一起 我们的古文 把功臣 割耳朵 割脑袋 写得都这么有节奏感 真是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周虽旧邦 齐名为新 哎呀 如此美丽的方块字 如此销魂的语言 如此丰富 沉重的历史 怎么能甘于沉沦 他的子孙们 怎么能甘于就谈谈 啊 我失去了心灵 周完成了对商的包抄 于是周武王准备起飞了 终于要进攻商朝首都 周武王先去严津巡视 严津是一个黄河渡口 今天还在 他去检阅部队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 才发动总攻 那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 在牧野之战中 周一举击溃商朝的武力 周武王自焚 而史料记载 周武王亲自砍下了 周武王尸体的脑袋 和搭击尸体的脑袋 那史料记载 这场战斗 周军震展敌军 一亿有多少万 那日本讲坛社出了一套历史书 就说啊 这个一亿太夸张 所以你们中国的史料是假的 那日本人没有看懂 而以为一亿就是一亿 许周云说 当时的一亿是指今天的十万 那是不是许周云在找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史料记载的周王朝 其他俘获的物品的数字都很正常 比如老虎二十几头 羊几百头 如果史料要夸张 那应该一起夸张 比如说羊也一亿几千头 对吧 那这个日本作者 还耍了不少小手段 比如把战场上赞死的 都说成是生计 这种你审查是查不出来的 顺带说一下 广西市大出版社出的这一套 日本讲坛社的中国史 是一套很有趣 很新颖 很有启发 也很可笑的重书 值得玩味 比如他会歌颂 大辽国比北宋的文明先进 会在历史书里 说出文学的语言 去歌颂大辽国 这是多么美妙的百年时光 我爱你大辽 类似就是这种 他们总是想颠覆中国的正统史观 颠覆汉文明 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 不过日本人真的非常认真的考古 也帮助了 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考古 所以从旁观者 或者别有用心者的视角 观察自己的历史 也是会有启发的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工业文化 小集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吗 最后喊出微践